政府投资币榜国库控股Kazana早前宣布 在2018年他们总共亏损了63亿令吉 而单单是马航就贡献了其中的30亿令吉 国库控股作为马航唯一股东 过去五年来是多次注资来重振马航 但至今马航却依旧失血不止 这也让马航的命运备受瞩目 今天首相马哈迪再次回应了马航接下来可能的方向 首相马哈迪今天在国会走廊 再次针对马航未来的命运作出回应 他毫不掩饰对马航的疼爱和期待 希望马航能够欲火重生 但马航当下的处境 恐怕就连政府这个大家长也有心努力 即使在多么爱马航 但马航终究面对亏损 敦马也很理智地说 政府正在研究是不是要出售马航 目前有很多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投资者 有意要收购马航 不过对于马航未来的命运 敦马也没有把话说死 他向在场的记者补充说 无论是更换管理层 缩小或者是扩充马航的规模 等等的各种选项 也都在政府的考量范围当中 我很疼爱马航 但现在恐怕没办法再贴钱救他了 那马哈迪讲这句话 十足一个恨铁不成钢的父亲 看着自己那个已经出手救过好几次 但依然像个扶不起的阿斗的儿子 那语气里头他是充满无奈的 那或许很多人跟我们一样不明白 马航究竟是吃错什么药啊 为什么可以亏这么多呢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哦 而是很多次都要政府 都用阿贡钱来拯救 那为什么别人家的航空公司 可以赚钱 但偏偏我们家马航 就一直蒙受亏损 马航究竟够了多少 我们纳税人的钱去填他的坑啊 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整理 这些年来政府三次出手救马航的记录 每一次都是天文数字 那第一次拯救在2000年 1994年的时候呢 政府就宣布把原本国营的马航上市嘛 并且批准马航前主席达祖丁 以每股8令吉总共18亿令吉呢 买下了马航32%的股权 成为马航的实际营运者 但自此之后啊 马航就连年亏损 到了2000年 马航背负了95亿令吉的巨额债务 那后来政府出手相救 当时候马航的市价只有每股三令吉六十二三哦 但是政府居然以每股八令吉向打祖丁买回马航的股权 这是超过一倍的天价 但政府还是愿意亏大本买回马航 那这是旧面子 第二次政府的拯救行动是在两年之后 在2002年通过启动大规模资产重组计划来协助马航转亏为盈 那在这项计划之下呢 马航把旗下73架飞机加上70亿令吉的债务 通通转移到政府成立的一家国有企业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身上 那在无债一身轻的情况下 政府就希望马航可以专注在营运获利上面 然而这个计划后来也是以失败收场 2005年首9个月呢 马航就蒙受了13亿令吉的净亏损 之后政府在2005年的时候 就从私人街请来了明星CEO伊德利斯去接管马航 那成功让这一家关联企业呢 转亏为盈 连续10个季度赚钱 但是2008年金融风暴油价飙涨 伊德利斯被召入了内阁 马航换了CEO 之后在2011年 他们的亏损就扩大到了25亿令吉 那接下来第三次相救是什么时候呢 在2014年 当年两次坠机让马航元气大伤 那为了拯救马航 政府再次投入60亿令吉进行重组 2015年 马航迎来了首位非马来人总裁叫做穆勒 那马航削减了大概三分之一的航班 也裁了6000名的员工 2016年4月 穆勒宣布那个季度呢 马航获利14亿令吉 这是马航多年来首次盈利啊 但不久之后 穆勒却宣布因为私人原因 他要离开马航了 那接着这几年 马航又陷入了亏损 直到2018年 马航的母公司 国库控股宣布 马航税前亏损为30亿令吉 而这才有了最近 这个要出售马航的讨论 那如果我们这样算来的话 过去20年 政府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出手相救 但丢进去的这几十亿令吉啊 就好像石沉大海那样 那面对这个自愈 就存在着民族荣耀 却又一直不争气的马航 政府是不是该痛定思痛 就此放手呢 因为每一次要被打救的 都涉及了天文数字的阿公钱啊 所以举国上下都应该要好好讨论这个课题